他是华商巨子,曾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之一。 他更是海外赤子,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事业。 近日,在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, 已是茂蝶之年的泰国华商、政大集团掌舵者谢国民荣获改革开放特别致敬人物奖, 并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。 1979年,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利用外资和华侨来国内办场。 首先进来的是港澳台和海外华商, 他们为中国带来急需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, 点燃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惺惺之火,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。 谢国民回忆说,自己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,住的是政府的招待所, 没有热水洗澡都用很小的热水壶。 当时中国缺少外汇,千万美金投资已经是很大的数字。 他说,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前景还并不明朗, 有的外资仍在观望、犹豫。 他之所以敢于涮些投资, 其一是希望为阻击国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, 二是看到中国的市场潜力。 来中国投资,因为这个市场是绝大, 多一无二的,十三多亿人口的市场,大市场。 我们看到中国的天边地边, 我们华侨、华人一直是希望祖国、新外。 所以我们就很认真而很积极地参与。 谢国民回忆,当年中国第一批核资企业的申报书上, 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,还有十二位副总理的画圈。 如此谨慎持重,是因为合资企业比单纯的引进技术、资金 会更大冲击当时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。 通过艰难的谈判,1979年, 政大集团联合美国康地集团投资3000万美元, 在深圳成立了政大康地真正有限公司, 获台港澳桥投资企业批准证书0001号, 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, 同时享受到土地、信贷、税收等政策优惠。 此后,又相继在珠海、汕头领取了台港澳桥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。 在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中, 谢国明决定卖掉泰国境内莲花超市的部分股份, 但保持政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。 如今,政大集团正加快其全球化战略, 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, 在中国设立企业超400家, 总投资超1200亿元人民币, 成为在华投资规模最大、 投资项目最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。 如今,谢国明任政大集团资深董事长, 他的长子谢吉仁先生任政大集团董事长, 但谢国明依然永当一带一路生利军。 他说,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特区经验, 泰国也建立了东部经济走廊, 投身机场、深水码头、高铁等项目的开发建设中。 谢国明亲身实践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, 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理念。 两个深水码头,一个飞机场的投资, 又一个高铁连接了三个飞机场, 又定为泰国东海岸经济走廊的特需, 整个配套都很齐全, 不是单单建一条高铁。 你建了这个高铁, 不但是又把经济什么带动, 中华工业、高科技、商业、理由业都有带动。 永利朝头不止步,改革开放再出发。 谢国明相信, 全面对外开放之路越走越宽,越走越稳。 也相信,海外华商同源共享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。 共享共建共享。 我相信下去的四十年, 中国会更辉煌,经济,高科技。 我是充满了信心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。